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核准中國參加第三輪人權審議報告 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凱帆表示 特區政府亦都將一如既往高度關注人權 持續完善相關的立法工作 日前,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核准中國參加第三輪國別人權審議報告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凱帆亦有出席會議商討相關事宜 他表示,此次人權審議對澳門提出的建議不是太多 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高度關注人權方面工作 持續完善相關的立法工作 各方面對這些相關的制度檢討和優化 另外,被問及OPPO之間移交逃犯協定的相關進度 陳凱帆表示,雙方正在進行內部程序 有望今年內簽署協議 我們有個代表團在這個月和葡萄牙方面做了一個磋商 而雙方達成了共識 亦都是儲簽了一個文本 我們雙方都需要行內部程序 要等這些程序完備之後,我們就可以簽署了 陳凱帆表示,會爭取加法處理相關工作 而至於澳門與內地間移交被判刑人的相關工作 目前正在進行前期初詳,尚需時間作準備 澳華為事記者有被刑梁家傑,澳門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